深夜,报复性,回铁上热搜 清华大学直呼快来 苏一鸣一句话在引争议 大家好,这里是湾体谈 说起近日的冬奥会 我相信大家一定看得热血沸腾 我国在滑雪领域上也是在创新高 不仅如此 我国小将谷爱玲与苏一鸣在滑雪领域上 为我国夺得两金两银的成绩 在此之前的冬奥会 我国在比赛项目中并不占优势 但本次有了两位小将的加持 我国在冬奥会再创加紧 苏一鸣可以说是本次冬奥会上 最小的奥运会冠军了 也就在近几日 苏一鸣也过完了自己的生日 并且也以一金一鸣作为自己的成人 一生之快乐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 就是为国争光 这也是我从小的时候滑雪最大的愿望 因为他们滑雪一直都是我 从小到大最热爱的事情 所以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 我都会尽我自己的权利 相信观看过比赛的网友 对于苏一鸣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苏一鸣的精彩表现 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悉 本次苏一鸣参加两个项目 在男子破面障碍的比赛中 苏一鸣发挥得非常出色 但被裁判恶意压分导致错失冠军 在之后的大跳台项目中 苏一鸣成功摘金 更是做出1800的高难度动作 我都 我快nek 我叫你 我 Movies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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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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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approaching 要知道在此之前的苏一鸣市 完全不敢考虑1800这个动作 更是直言到自己不想死 据悉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的难 但少年出英雄 目前的苏一鸣的实力 在1980的项目中都没有竞争目标 由此可见其实力 其实苏一鸣与古艾玲也是自幼相识 两人曾在镜头前表示 日后都要当上职业滑雪运动员 如今两人不仅仅实现了梦想 还都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 这才是顶峰相见 苏一鸣在此前曾在 《智取微虎山》中饰演小栓子而走红 要不是因为国家有需要 那么苏一鸣在演艺圈也混得风生水起 在苏一鸣夺冠之后 娱乐圈很多好友都发文庆祝 目前正在隔离的苏一鸣 也是深夜报复性回天 并且直言想要报考清华大学 这一言论很快引起清华大学官博注意 并且很快得到回复 据悉苏一鸣也有着自己的梦想 值得一提的就是 接下来苏一鸣在接下来即将转学成都 但滑雪也不会丢掉 苏一鸣表示自己日后也会在影视 滑雪等方面有更多的目标 我们也同时期待 苏一鸣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有更精彩的表现